位在前鎮區的金拱橋人行道 原先設計突出了一大塊地磚 也缺少了無障礙坡道 不僅讓長輩在行走的時候超級不方便 突出的地磚更時常讓機車騎士轉彎時撞上 頻頻發生意外 突出來一塊晚上很多人不注意 尤其年齡大的眼睛根本看不清楚 很容易摔跤 摔了很多 年齡大的不注意摔到很容易造成生命的危險 我們來看看這個地方 它原本這個地方是突出來的 所以在右轉彎的時候 時常有人在這邊機車就直接撞上去 撞到對面安全島那邊 事故的頻傳以及使用的不便 這是讓里長即刻的 向民代團隊以及市府來反映 希望可以重新設計改善 而市府相關單位也在短時間內 將道路來改善 確保民眾安全 所以它全部這個工程非常浩大 整個在打掉 整個打掉把我們無障礙的空間 然後擴充了 擴大了 那未來這個地方是我們忠誠裡休閒的地方 所以它把這條路 這邊你看你仔細看 這個斑馬線這個地方 無障礙的地方空間也變大了 除了行走方便 推輪椅方便 然後家人扶著他走都很方便 那我安美是希望說我們市政府要多注意 我們道路的這方面的一個建設 然後有好的路 我們走幾路來就是一個安全性 現在把那一塊去掉 往這邊過來 這邊可以直接平平平的過去 這屏幕都相當好啊 里長也進一步提到 不管是社區長輩還是親子的嬰兒車 都非常需要友善安全的道路環境 因此希望在未來道路設計上要更加的完善 才能確保車輛與行人的安全 記者張聖民 潘文玉 高雄報導